怕让人看见,赶到晚上关城门之前才进来,到天博阳府啊,怕碰见熟人,没敢走前门,从后花园门进来的,马呢,让家丁们拴到草头上喂好喽,杨红赶紧秉着六太太,柴郡主,郡主一听六郎回来了,赶紧迎出了房门, 郡马呀,您回来了 啊,回来了,六郎一转身,孟良娇在,见过你六嫂,这是边关将孟良娇在 哎,六嫂,你好哦 啊,二位先帝好 好着呢,老孟娘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急等着要去看望他老人家 啊,你们跟我来吧 说着话,郡主领着杨六郎,孟良娇在,直奔老太君的病房 一边走着一边说,这两天呢,老人家经常昏迷不醒,有时候还说胡话 孟良娇大概是想我六哥了,六哥一到,老娘的病就得好一半啊 来到了病房,一瞧啊,老太君的病榻前边站着几位寡妇太太 老太君呢,二目闭着,面容焦脆 六郎走着床前,嘀嘀的声音叫了声 娘,您觉得怎么样 而回来看您来了 老太君听声音,强大精神,睁开了双眼 啊,是燕昭吗 正是为儿 燕昭啊,你不在边关镇守,是谁让你回家来的 柴君主听到这里就跪倒在床前 婆婆,是我看您的病是沉重,才斗胆背着您给燕昭写了封信 让他回来,您要怪罪,就怪罪儿媳我吧 太君说,银平啊,我就知道这是你做的事 别人也没有这个胆量啊 为元帅者,不能私离殉帝 为娘虽然病了,但不能因此而耽误国事啊 刘兰叔娘 边关近来平安无事 我已经做了安排 有岳圣,为我代管军令,绝无差错 好吧,既然回来了 也许这是你我母子最后一面了 娘,您怎么这么说呢 慢慢的调制终会好的 您看,孟良交赞也来看您来了 孟良交赞一听,走到了床前 孟良,耳给您问安 孟良啊,交赞啊 哦,你们俩也来了 来了,听说您病了,来看看您 老母娘,您怎么得的病啊 哎,人老朱黄,日薄西山啊 到时候了,该病了 杨排风在旁边说了,让谢金武气的 太军说,排风不要乱说 是 孟良啊,看着我了就行了 快跟你六哥回边关吧 好了,我们俩呀,跟六哥一块走 六郎走到床前 娘,您觉得怎么样 我呀,觉着震冷震热 心烦意乱哪 老太军说这话的时候 孟良一捅交赞,俩人出来了 来到病房外头 孟良说,老交医 咱俩也够浑蛋 六哥是看望亲娘就这么来行了 咱俩也这么空着手来呀 啊,也没给买点麻 交赞说,咱天黑进城也忘了这事了 现在出去,这买卖铺铺都关门了 孟良说,不要紧,关了门咱们咋去 就说家里边有病人,几等着吃 交赞说,买什么呀 孟良说,买吃的呗 那老太太都爱吃什么呀 咱问问去,去你的吧 杀鸡问且呀 大妖嘛这给买呗 对 俩人正说到这儿的功夫 就听屋里边六郎正问老太君 娘啊,我都知道了 您不要生气 忘开了想吧 老太君长叹一声 唉,我呀 我就交诈 这心里边憋着一口气一样 出不来呀 是谢景武这个人 气得我 这个人哪 刁钻狡诈 让他 让他 气得我是 急于成病啊 娘啊 您现在想吃什么不 老太君说 我什么也不想吃 要说想吃啊 我现在 就想吃谢景武的人心 把他的心吃了 我这病 我这病就能好了 老太君说这个话呀 屋子里边的人都知道 这是句气话 杨六郎听了之后 马上回头看了看 一瞧啊 孟娇二位 没在屋里 这才放心 心想娘啊 您怎么说这个话呀 这要让娇孟二位听着 这就麻烦了 其实啊 孟娇二位在外边已经听着了 哎 老娇一 听见没有 老孟娘 在屋里边说了 要吃谢景武的人心 我听说呀 这人在临危的时候 要想哪口吃 吃不着的话 死了之后连嘴都闭不上 咱们哪 干脆 什么也别买了 去把老太太最爱吃的东西 给拿来 走 找谢景武去 焦赞说 对 走 这两位也没打招呼 悄悄的就离开了病房 各自摸了摸自己带的腰刀 这两位这回进东京来 大斧子长枪都没带 就带着腰刀来的 出了天波府 来的时候是从后花园门进来的 这回出来还是从后花园门出来的 两位出来之后顺着一条胡同 往大街上走 交代什么 各位 咱俩人生地不熟的 这谢景武兔崽子在哪住也不知道啊 那还不好办吗 长嘴是干什么的 打听嘛 俩人正走着看前面有个人 孟良几步走着跟前 用手一拍这位的肩膀头 哎 站住 这声音也太大点 这位走这黑胡同里边 心里边正犯嘀咕呢 这一拍 好像没坐地下 哎呦 我说哎 我说你干嘛 干嘛 干嘛 什么 别害怕 别害怕 哎 我呀 是问个道 这位心想我的铁的问道 有这么问题吗 怎么这么大动静 您问道啊 您问什么道 我这人说话呀 不会小声啊 我打听打听你 这个星科状元 在哪啊 这位回头一瞧 面前站的这两位 一个长得像火燎的金刚 一个像烟熏的太岁 哎呦 这哪来这么两位啊 您问星科状元啊 呃 这星科状元 他有俩呢 一个是文状元 一个是武状元 您是问哪个呀 哎 我就问那个文的 叫谢经武的那个 哦 您问那谢状元啊 哦 那是星科文状元 嗯 他现在住在新修的状元府里 前天刚搬进去 哎呀 那可过去了 那前边有宅院 后边有花园 门口有七灯 汉白玉台阶 左右还有两个石狮子 特别显眼的是 挂着两枕红纱灯 上边写着状元府 晚上亮着是白天挂着 孟良说 你就快告诉我吧 在什么地方 啊 就在这儿啊 出这胡同口 往西一拐 一直走 见了十字大街 再往北拐 走个二三百步 再往西拐 您就看见了 孟良说好了 谢谢你了 孟良交赞两个人 按照这个人指引的方向 找到了状元府 一看果然高高的门楼 门口挂着两盏红纱灯 上面写着状元府 孟良一看这府门外头 拴着有马 停着有叫 可能今天这府里边办什么事情 有不少客人登门拜访 老交易 咱俩这这儿进去不行 人客众多 不好下手啊 咱得等他们睡了的时候 才能下手呢 对 他娘的 今天这么晚了 他们还不睡 是干什么呢 孟良说 我问问去 一瞧状元府的门里 春凳上坐着四名家将 在那嘻嘻哈哈的闲聊呢 孟良大摇大摆的就走上了台阶 我有几位 在这忙呢 几个家将遗憾全站起来 一瞧来的这位 泪胯腰刀 像是宋时的武官 您是哪个府上的 孟良说 我不是哪个府的 我也不是什么公伯王红 我是从这走道的 我看这状元府门前 灯火辉煌 这么晚了 还没睡觉 今儿个这是什么日子 哦 您问这个 告诉您 今天呢 是我们状元老爷过生日 您看这门口热闹 热闹劲早过去了 刚才比这还热闹 就剩几位没走了 哦 我说的呢 这状元老爷过生日 我还忘得查了 那我也得给状元老爷 拜拜授啊 嘿 你看看 好了 咱们回头见啊 孟良转身下了台阶 焦赞在旁边看见了 怎么样 跟我走 领着焦赞往前就走了 门口这几位家丁一瞧 哎 我说这位怎么回事 怎么问完了就走了 哎 我告诉你 那一定是认识咱们状元老爷 回家取寿礼 给状元拜寿来了 哎 那也太晚了 那你管那干嘛呀 你没看见吗 他俩怎么走那么快吗 紧走呢 孟良交代 两个人离开状元府的前门 往前走了一段路 转身进胡同了 孟良说 咱们俩走他的花园门 不走前门 走前边容易被人发觉 对 两个人穿街过巷 又绕了一会儿 估计的差不多了 顺路找到了状元府的后花园门 用手一推这花园门啊 插着呢 看了看这花园墙并不太高 而且上面用这个砖 突出来修的是万字花 两个人脚蹬这个万字花 翻墙而过 两个人跳进花园墙 腾 腾 往四周观看 花园里边树木狼林 听台电阁 有四季不屑之花 八节长青之草 新修的状元府地 只是晚上看不太清楚 孟良心想 这状元府身宅大院 房屋很多 谁知道 谢金武这小子在哪住着 孟良伸手把腰刀 拉出来 交赞也把刀拉出来 两个人第二刀顺着花园的涌路 慢慢的往前走 并且注意看着周围 怕被人发现了 正往前边走着走着 忽然从那养鱼缸的后头 窜出一只大黑狗来 这只狗把孟良吓了一跳 这狗挺厉害 奔着孟良就扑过来 孟良一闪身 一举刀扑 把狗脑袋给砍下来了 靴底上蹭了蹭血迹 他娘的 狗杖人士 九三双哥 这狗你杀他干嘛 人不是好人哪 狗也不是好狗 不杀了他 能耽误咱们的大事 俩人继续往前右走 快走到牡丹亭这时的时候 前边来了两个打羹的羹夫 掏钱这个 手里边拿着帮子 后边那个拿着锣 宋朝时候没有表 用羹帮报食 一晚上分五羹 现在呢 前边这个敲了两下 邦邦 后边跟着那个也敲了两锣 哄哄 这就报二羹了 孟良一见这两个羹夫 跟交战俩人一夫身 就藏在路旁 扣着的两个大荷花缸后头了 就听这俩羹夫啊 越走越近 这俩人一边打着羹 一边还在那瞎嘀咕 邦邦 唐唐 哎我说大哥 你说昨天那春红给状元老爷送茶的时候 碰上我冲我又笑了 你说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 嗯 他对你笑几回了 哎 连这回啊 我查着了五回了 嗯 那许有点意思 你没冲他笑吗 我冲他一笑啊 他就不笑了 嗯 那是你笑的太难看了 你竟想好事 快转吧 转完了咱们快回去 哎 好 哎 我说 这后花园怎么这么黑啊 越走越吓人 嗨 你有什么可害怕的 你就走吧 这俩庚夫一走过 扣着这荷花钢的前面 孟良冲着交赞一摆手 俩人蹭的一下子就跳出来了 一人抓一个 抛住脖领子 明慌慌的钢刀往脖子上一带 不许动 这声不大 俩庚夫吓着 当时想卖步都卖不了了 怎么 腿肚子转筋了 呃 谁 别动 动一动 要你的命 哎 呃 没敢动 大爷 您您您您您要干什么呀 我问你 星科状元谢经 现在什么地方 哦 那您问状元呢 那状元刚才在那客厅呢 呃 陪着客人的那喝喝喝酒呢 啊 对对对了 现在呀 上寝房了 又陪着状元娘子去吃酒去了 他这个寝房在哪 呃 您从这儿往前走 出了花园门啊 往右一拐 那有一座楼 那楼上就是状元的寝室 好 说错了地方 我可要你的命 呃 我不敢说错了地方啊 孟良吩咐一声 把帮子 罗 放地下 哎 是 俩庚夫把这帮子和罗都放地下 这刀 压着脖子 还不动呢 把裤腰带解下来 哎哎 俩庚夫把腰带子解下来 孟良交代两个人分头用他们自己的腰带把他们自己又全都给绑上了 绑的是四马道穿蹄 手脚聚在一块绑一堆 撕下衣裳底筋来 堵在他们嘴里头 不让他们吵吵 捆好的时候 孟良跟交代两个人把路旁边扣着的这两口荷花缸就给搬开了 把这俩庚夫啊 一个里头一个全扣那缸底下了 孟良交代两个人把腰带往窍里边一插 孟良捡起来帮子 交代拿起来更罗 孟良说这回咱们哥俩当能耕夫 府里边 碰见谁 他也不会怀疑咱们有什么事 走 邦邦 交代在后边 晃晃 孟良跟交代打上更了 往前面就来了 出了花缘门往右边一拐 果然看见一座楼房 邦邦 晃晃 敲着就过来 孟良跟交代两个人刚刚来到楼下边的时候就听楼梯咚咚咚咚 楼梯响 哎呦 可能楼上要下来人 接着又听到那屋子里边有个女人的声音在楼上喊 春红啊 哎 快点来啊 状元等着喝茶呢 是啊 马上就来了 孟良一听 春红准是刚才耕夫说的冲他笑的那丫鬟 甭问了 状元一定是在楼上陪着状元娘子呢 孟良一拉交代 俩人往楼梯后边一闪身 就站在这儿 这春红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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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下楼走了 可能是打茶去了 孟良交代两个人 把耿帮耿罗往楼梯口下边这么一放 胳膊腰刀 噓 又冲出来了 高抬酒轻落步 慢慢的上楼 来到楼上 在门口外边一站 定时一听啊 里边谢鹦鹉正跟状元娘子在推杯幻展 饮酒作乐呢 娘子 再干一杯 不行了 我都喝晕了 哎 今天这是我的生日酒 这是瘦酒啊 你得多喝呀 你多喝我就增售一杯十年 来了 真的 真要喝一杯 你就增售十年吗 对了 那好吧 那我喝出去醉倒了 我喝上的十杯 让你喝一百年 那太好了 来来来 干干 孟良心想他娘的一杯十年 哦 你喝十杯呀 想喝一百年 今儿晚上就到头了 孟良手提钢刀 咔一脚 把门给踹开了 那一步就进来 状元娘子一看 嗷了一声 谢鹦鹉回头一瞧 哎呦的天哪 进来这位好像凶神恶煞 手提钢刀 怒气冲冲 一瞧后边门口那还站了一位 也提了刀 谢鹦鹉说 你 你是 什么人 夜晚间闯进状元府 你们要干什么 孟良说 我是来找谢鹦鹉的 你不是谢鹦鹉吗 啊 我是谢鹦鹉 我听说 你小子大街夸关 路径天波府 拉倒了下把牌坊 砸了我龙扁 还有拉倒了理龙碑 到金殿上 你还倒打一耙 说那是老太君自己拉倒的 有这事吗 谢鹦鹉说 哦 这个是 他不过是这么回事 不过什么 现在老太君病了 就是让你气的 他想吃点东西 得找你呀 除了你 别人没有 谢鹦鹉说 那好 他如果 要吃什么东西 你尽管跟我说吧 我如果有的 我绝不吝惜 他要什么 他要你的人心 啊 要我的心呢 那怎么能行呢 谢鹦鹉这点脸都下黄了 那想这位是摘我的心来的吗 你这位英雄 你 你我素日无冤无仇 今天到此 你 你一语何为 一语何为 我这个人哪 天生好管闲事 有道士路不平 旁人才 大丈夫 高出买电 老天爷管不了的事 我都管 我看你太有点仗势欺人了 横行骂道 我打算让你别再坑害别人 说了话 他一举刀 谢鹦鹉大喊一声 来人哪 孟娘这口刀 咔嚓一刀就下去了 一刀 把脑袋就给切下来了 状元娘子正是王强的女儿 吓得嗷的一声就背过气去了 孟娘又一刀 劫过了状元娘子的性命 然后用刀取出来写经我的人心 这是寝室啊 找了快步 把这个人心抱不好了 往自个儿扣裤腰带成那么一叶 回头看了看交代 老交 完事了 交代说快点 完事还不快走 等什么 孟娘刚要往外走 又一转念 不行 就这么走了 明天一发现状元府的状元死了 还不得找刺客呀 找不准 说不定就冤枉了好人 嘿 大丈夫一人做一人当 不叫他人受遭殃 咱留个名字 老交 咱得留个名信 交代说你还要留个名信 我告你二哥 别留名信 你实在愿意留啊 我听人家说呀 做了案讲究留诗 你来守诗多了 孟良说 好 我来守诗 孟良这点学问 他不怎么的 小时候念过书啊 都就着饭吃了 也认识点字 但是呢 奔奔苛苛 不过心里边想的挺美 要写首诗 他用手指头 沾着地上的血迹 在白粉皮墙前 琢磨了一会儿 哎 就这么写吧 写上了 是我是我 就是我 我是边关 那一伙 有人拿我来到案 一到边关去找我 这就是孟良的诗 交代二哥 你说到边关去找你 那他们要给咱六哥安上呢 孟良说 不能 他们一到边关 一问谁杀的 我就说 我杀的 这不就得了吗 牵涉不着六哥 孟良写完了诗 跟交代两个人转身 刚要下楼 春红来了 端着茶盘 里边放着有茶壶 茶碗 送茶来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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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顺楼梯一上来 往屋里边一脉步一敲 哎呦 哎呦 啪叉 茶壶也碎了 茶盘也碎了 转身往楼下就跑 一脚登空了 进呼 滚下去了 交代二哥 此处不可久待 快快下楼 哥两个随后往楼下就走 春红滚到楼底下 正趴在那更楼上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孟良上楼之前把那帮子跟楼放在楼梯口这儿了 春红呱 趴在楼上 顺手把这楼就抄起来了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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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就敲起来了 快来人呐 杀了人了 正趕着有十几个家庭在前边门房里边喝完了酒 往后边来 路过这儿一听 什么 杀了人了 怎么回事 春红 状元被人杀了 抓凶手 这十几个家庭拿着棍子的 拿着刀子抓扁单的 就把楼给围上了